记者陈云桃园报道 桃园市原山淡品行被爆出收购便是 腐败淡品 在制成淡叶转卖给不知情的下游厂商 立法院国民党团今天召开记者会 质疑桃市府卫生局放水 痛斥市长郑文灿对食安问题则无旁贷 要他别再作秀 对此桃园市政府回腔 无县府时代 少茶少宴无罚款 此案也是市府卫生局与桃园的检署联手破获 直指国民党立委颠倒是非 正指口水 桃园市政府新闻处长张敦涵表示 此案是不孝业者利用假日从事违规行为 市府卫生局桃园的检署接获检举后联手击查财破获 勒令廷业 并将相关产品下架 张敦涵说 原山淡品2003年在平镇设厂 2012年在龙潭设厂 吴志阳单任桃园县长的2011-2014年期间 共鸡查两次 抽烟一次 没有任何采除 但市府也不会因此指控他们放水 但正市府当政至今共鸡查25次 抽烟13次 都已规定采除 记录汤在阳光下 张敦涵说 很遗憾看到立委为了选举颠倒是非 用政治口水 抹杀公务员努力 呼吁十恩没有颜色 一切就是论事 依证据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